大家好,我是中国移动的陈彦均,下面将由我和我的同事丁寒宇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移动在5G边缘计算上面的开源实践和思考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边缘计算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边缘计算的本质实际上是广覆盖的连接和计算的智能化的基础设施 也就是说在边缘计算的这个场景下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从网络的平面来看,边缘计算呢意味着网络基础设施的部署更靠近用户 在网络平面的这个基础资源其实已经天然的实现了面向全连接的覆盖模式 比如从审计的骨干到核心网到汇聚到接入 但是在边缘计算的场景下面 网络基础资源的部署会离用户更近 这样网络路径的传输会更短,传输的时延也会缩短 比如说在5G边缘计算的场景下面 由于5G数据面和控制面分离的这样一个特性 那么我们在5G的这个边缘计算的场景下可以把一些像UPF的设备部署的离用户更近 可以部署在线箱地势甚至是有一些园区类的场景 这样就实现了网络的资源距离用户更近 网络使边缘计算的这个传输的这个实验会更短 那么从这个计算的方面来看 跟传统的云计算相比 云计算意味着我们把数据要存储到计算中心 数据的处理也是在云计算中心来做 那么在边缘计算的产品下面 我们会把这些计算资源部署的离用户更近 那对于一些实验敏感型的业务 用户的这个数据处理就距离应用端更近 距离用户更近 也会缩短这个整体的这个应用的处理的这个实验 所以从整体上面来说 边缘计算实际推动着这个网络的方面 和计算的方面的融合发展 而从模式上面来说 应该是从中心的这种统一处理的方式 而渐进的向这种分布式处理 分布式部署的方式去推进 那么在目前很多标准化的领域 标准化的这个组织 已经开展了很多边缘计算相关的工作 这里面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标准化组织 首先是ETSI的这个MEC MEC呢将边缘计算定义为多接入的边缘计算 也就是说这个接入模式 可以是像传统的这个5G啊 4G啊这样的一个电信连接的方式 也可能是像WiFi啊固网啊 这种不同的接入模式 那么在这个ETSI的MEC里面 目前已经定义了边缘计算的这个整体架构 比如包括这个MEC平台的这个管理面的研究 像平台的管理啊 平台的这个基础设施 基础的一些配置啊 应用了生命周期的管理啊 监控啊等等 同时呢也包含一些服务类型接口的研究 这里面可能包含像偏网络类型的信息服务的研究 像固网信息服务啊 Rent的信息服务啊 定位啊 UE标识等等 这些是从网络侧给出去的一些服务接口 同时呢还可能包含一些偏右类型的接口研究 像IoT的服务啊 车辆网啊 V2X的信息服务等等 那目前呢 这个MEC的架构已经处于稳定 那后面呢 MEC还会对一些重点课题开展研究 像MEC对于5G的切片啊 还有这个云原生的容器的这个支持 另外如何把MEC和NFA的架构融合起来 5GC与MEC的这个集成怎么去做 同时呢云边协同的一些研究 还有一些安全啊行业史能API的增强性的研究 同时呢 ETSI MEC目前也在做 有关这个生态推进的 产业推进的一些工作 主要是加速这个市场 对于MEC所创建的整体框架的一个 一个认可和这种兼容的这种程度 所以这个是ETSI MEC目前主要的一些进展 那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标准化组织是3GPP 3GPP呢 目前已经明确了三种不同的流量的 本地分流的实现方式 也就是说在边缘计算的这个场景下面 5G的这个网络可以实现流量 直接从这个用户面的UPF设备 直接转到这个应用的服务器 那这样这个流量就不需要绕到上面的核心网 然后再转到这个应用服务器的模式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量卸载 缩短了整体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这个路径 同时呢就是减少了数据传输的实验 同时呢已经明确了三种业务连续性的模式 所以对于像车联网这样 有这种边缘计算节点切换的 这么一个典型的场景 如何去保证业务的连续性 同时还有一些这种 应用功能的影响的一些机制的研究 目前呢三GPP已经进展到 R17的这个制定的阶段 在R17的这个标准阶段呢 目前已经设立了边缘计算增强的项目 主要关注像边缘计算服务的这个DNS选择 边缘的业务迁移的问题 以及边缘能力开放的问题 那除了这个ETSI和三GPP之外 还有很多标准化的组织 像GSMA啊ITU啊 还有还有这个NGMN啊 都有一些跟边缘计算相关的工作 也就是说在标准化的领域 边缘计算的推动 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那么在这个开源社区 在开源这个领域 边缘计算呢 目前也获得了很多的关注 像CNCF社区 我们看到有关边缘计算用的 这个云原生的开发框架 目前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同时呢也有一些像 零边协同框架类型的项目 像CubeEdge啊 OpenYard啊 Soft Edge等等 还有一些跟这个 轻量级的这个边缘基础设施 然后轻量级的这种边缘的 应用边排的框架有关 像K3S啊等等 同时还有一些针对特定的场景 像IoT的这个边缘场景 有工作组开展相关的讨论 那这个中国移动目前 已经参与了很多项的 这个CNCF的项目 并且呢 在中国移动目前的商用产品 和这个前运技术研究的领域 也广泛采纳了 很多CNCF的这个技术方案 那还有像这个Linux社区 有一个Linux基金会的 这个Edge的这样一个 散型的这个组织 那里面包含了 很多这个边缘计算相关的 一些项目 里面成熟度比较高的 其中有Acarina和Ajax Foundry Acarina主要面向特定的 这个端到端的场景 会提供参考的这个 技术站的这个集成的 端到端的方案 同时呢 也构建了不同的这个 应用生态 那Ajax Foundry呢 会面向工业IoT的这个场景 提供边缘计算的这个框架 目前呢 中国移动已经成为 Acarina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成员 并且也在这个项目里面 牵涂了很多个 不同的蓝图项目 那另外像OpenStack社区 OpenStack社区呢 已经有一些 关于不同规模的 这个边缘计算的 OpenStack参考架构提出来 另外呢 还有像SallyX这种 面对边缘工业IoT 和电信应用 提供高可能的这个 零技术架构的这个项目 还有一些 关于自动化的零配置 和管理的一些 开源工具 在边缘应用场景上面的 一个适配和增强 那目前中国移动 实现了这个OpenStack 大规模集群的商用部署 同时呢 我们也积极参与到 社区的这个项目和活动当中 同时在去年 中国移动呢 作为5G 别人计算的开源项目 Edge Gallery的这个创始成员 一起来 构筑运营商 别人计算平台架构 和别人能力开放的 这个适时标准 来推动5G的 别人生态 同时呢 在像ONAP这样 就中国移动发起的 这个别人 发起的这个开源社区 目前也在做一些 跟边缘计算有关的 一些工作 例如像这个 如何去做边缘的 这个编排啊 这样的一个讨论 另外针对这个 变运的一些特殊需求 如何针对这个ONAP的组件 去做一些相应的增强 另外呢 对于ONAP的这个 边缘的场景 如何实现这个 分层的管理架构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开源领域 已经有很多 针对边缘计算的 技术方面的 需求方面的 一些讨论 已经获得了 很多的进展 那么就这个 中国移动来说 在边缘计算领域 中国移动已经制定了 全站的这个 边缘计算的 这个技术体系 包括像网络测的一些 边缘计算的一些 像UPF OpenUPF这样的一些 这个产品 另外呢 同时也有像这个 边缘计算平台 类型的产品 其中呢 OpenSigma就是 中文移动提出的 边缘计算的一个平台 那OpenSigma呢 目前呢 是分为三级架构 那在上面呢 是运营管理平台 叫OpenSigma的ECM 它会负责资源的管理 账户的管理 应用啊 仓库啊 边缘商城等等 那么在这个 我们通常说 在省级部署的 这个运营管理区呢 会有边缘计算 节点的管理平台 负责边缘计算 节点的 接入管理啊 配置管理 故障管理 性能管理等等 那么部署在这个 地势甚至圆区侧的 这个PASS平台呢 就是OpenSigma的ECP 就是边缘计算的 这个节点的 这个PASS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呢 目前 移动也做了很多工作 首先是提供了 差异化特色的 这个网络能力 也就是说 可以把 补迹网络的一些能力 通过像这种 服务类型的 这种API的模式 开放给别人应用 那边缘应用就可以去 配置一些像分流啊 像带宽管理啊 等等这样 跟网络相关的一些 特色能力 那同时这个 那个边缘平台 还提供了像通用能力啊 行业能力 这样不同的这个能力 给边缘应用 那目前的这个 中国移动这个边缘计算的 OpenSigma平台的 三级架构 它也是可以去灵活配置 然后适应不同的场景的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 共享型的 地势共享型的这种场景 那这个OpenSigma的M1P呢 就可以部署在审测 然后ECP呢 可以部署在 不同的地势的节点 那么对于一些 独享型 甚至是这个 圆区一体机的场景 那么我们可以把 这个M1P M和ECP 部署在同一台 一对一的部署 甚至是部署在 同一台这个实体的 这个硬件的设备里面 那同时呢 整个的OpenSigma的 这个平台 也可以和中国移动的 这个垂直行业的平台 去做集成 那共同提供下 广络能力 还有通用能力 以及特色的 含有能力 给别人应用 那这个中国移动 在做这个 边缘计算的 平台的过程中 也借鉴了非常多的 开源的一些 这个经验 比如说在 这个边缘计算平台 OpenSigma ECP当中 我们在OpenSigma的 产品研发过程中 有很多的这个 特性和模块 借鉴和采用了 开源的技术方案 比如说 ECP平台 对于容器的 应用的支持 开发S 编排的框架的支持 那就采用了 Docker和Kubernetes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 事实标准 那对于虚晶用的支持呢 我们会进入 OpenStack的一个 最新的版本 那在这个 应用仓库方面 我们也采用了像 Hybrid这样的一个 开源的实现 去做这个 这个容器镜像的 一个管理 那在API网关 的这个选情方面 我们也参考了像 Cone啊 还有API6啊 这样一个典型 南北向的网关 还有像Envoy 这样一个东西向的 网关 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 那在应用包的 管理安装部署上面 我们采用了 Helm的整个 的一个实现 同时呢 这个集群的 信息监测 像普罗米修斯啊 Rancher 已经提供了 很好的一个 参考实现 另外还有像 日志的收集和分析 压力测试啊 中间线 这些 在OpenSigma上面的 一些功能实现 也采用了非常多的 开源的一些 这个技术方案 以及通过 开源的技术方案 去做电情方面的 一些增强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 BN计算平台上面 和开源去结合的 一些实践 和一些工作 那么对于 OpenSigma 这个BN计算的平台 目前中国移动 也进行了很多的 试点的项目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 智慧物流解决方案的 一个案例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智慧物流的 这个场景里面 通常有很多 这个智慧园区的 这个物流的需求 比如说 全流程的 可观可控 比如说这个任务 是什么 执行任务的 这个 去做物流的 这个小车 它运行到了 什么位置 这个物流的整体 这个货物的 这个订单的 这个跟踪 订单生成的 整个过程 是不是可以追溯 那另外呢 这个货物的全流程 它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去追溯 另外就是 费用的结算 是否通明 也就是参与这个 物流解决方案的 各方 是不是能够认可 这样的一个 费用结算方式 另外这整个的 费用结算方式 是不是不能篡改的 同时呢 也 智慧园区的 这个物流呢 也希望能够提高 整体物流的效率 从而降低 这个仓储的成本 所以有这样的 物流需求下面 我们采用了一项 边缘计算和5G 结合的模式 来做这个 智慧物流的 这个解决方案 首先呢 5G呢 也像这个 这个物流运输的 这些小车 会搭载 5G的这个模组 这样 在小车 在做这个信息 上传和下载的过程中 就很好的 用5G来保证了 高效的传输通道 那这样 这个物流的小车 就可以实时的去 上传它的 位置信息 以及货物的 一些属性的信息 等等 那同时呢 在这个方案里面 我们也集成了 区块链 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通过区块链的技术呢 我们把物流 各个环节的一些 信息上传 都同步到区块链上 同时呢 参与物流的各方 这个智能合约的制定 也通过区块链的方式 去进行同步和存储 那就保证了 全流程的这个 信息可以追溯 同时呢 这个信息是无法篡改的 那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MEC 也就是OpenSigma平台 部署到圆区的节点 这样就使得 这个信息 上传会更高效 信息的传输的路径 会更短 同时呢 这个MEC节点 也部署了 这个区块链的模块 这样使得 区块链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计算的 这个过程 是在园区内去运行的 这样的话 会使这个数据呢 有一个更好的安全性 数据处理呢 延时 时间也会变短 那这个是 一个这个 在这个智慧物流 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我们的一些监控的 一些页面 那可以看到 通过管理员的用户呢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任务的 一个初始化的 这个情况 任务的执行情况 小车的一些 位置情况 货物的属性的情况 这些信息呢 都会通过 区块链上传到 相应的节点 然后通过区块链的 这个方式 去做 这个信息的 这个存储 那同时呢 我们也通过 这样的一个 智慧物流的解决方案呢 去做了一个 很小的一个模型 然后把这个模型 搬到了这个 我们一个可demo的区域 通过这个模型呢 我们很好的去 解释了这个 智慧物流案例当中 如何把5G 以及BN计算平台 和这个 区块链的技术 去做继承 更好的去把 这样的一个案例 复制到更多 不同的这个 应用场景上去 那同时 BN计算还有很多 其他典型的应用案例 比如说在工厂里面 去做产品的 质量只能检测 我们知道在很多 工厂的产线上面 会部署工业相机 但目前很多 工业相机的部署呢 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工业相机呢 可能它都会对应 一个工业相机的服务器 那如果这个工序 有很多的话 我们可能会面临 有很多个工业相机 很多个不同的 工业相机服务器的情况 而且这种 这些工业相机的服务器呢 没有网络连接 服务器的这个数据呢 也没有融在备份 所以一旦出现 有故障的情况 如果人工去做 这个产线的巡检的话 这个过程呢 没有办法 及时地记录下来 也没有办法 及时地存档 所以在这个工业产品 质量智能检测的 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通过像 OpenSigma这样的 BN计算的平台 和5G网络 提供了一个 这个智能检测的 一个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工业相机 在这个场区内 去部署UPF和MEC的平台 那通过这个分流的配置 可以让工业相机 产生的这个数据流 直接通过MEC的这个分流 导入到部署 在园区内的这个 MEC平台上去 这样数据就不用绕到远端 绕到互联网上去 去在云端去做处理 那同时呢 在这个MEC的平台上面 也会部署一些 这个图像检测的 AI的这个模块 更好的 更自动化的去 对于质量检测 去做一些 智能化的一些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通过5G和BN计算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来提供智能视频 本地分析 提高工厂产品 质检效率的 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 大家好 我是中国移动物研究院 丁韩宇 那么刚才为大家分享了 中国移动物这些BN计算 在技术产品 标准开源 以及落地的这个 应用场景啊 等等一些事件分享 那么下来呢 主要是对于BN计算的 未来发展方向啊 做一些思考和我们的一些 新技术上的新方向的 这个介绍 那么BN计算啊 作为一个在用户 最近的地方提供数据 究竟出底的这样一种 新的计算模式啊 实际上 是计算技术啊 在这个漫长发展过程中的 其中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计算技术的一个发展 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么一开始啊 是以IDC这种服务为主的 这样一个机房加带宽的 这样一个主要产品 那么当时的算力啊 主要是还是以 这个机房和带宽为主 那么下一阶段 就是云计算阶段 那么在这一阶段 计算呢 或者说算力啊 是以虚拟化 集群化为特征的 集中式的这个算力 那么这时候算力服务 已经开始显现了 并且开始呈现 有限的多样化 也就是除了CPU之外啊 还提供了一些 像SoC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 硬件的这个 算力的这个资源 那么下一阶段 云计算之后啊 也就是到了现在的 就是编计算的 这个关键的发展阶段 那么算力啊 呈现出进一步的 这样一个多样化的 一个态势 那么包含CPU GPU FPGA 等等这些 底层异装硬件 的这个 才能满足 上层业务的 这个不断多样的 这个需求 那么编计算的 下一步 其实实际上 伴随着云编协同 编编协同 等等这些技术的成熟啊 那么算力啊 我们预测会呈现 全面的多样化 那么 包括云计算 编计算 IDC啊 或者说 等等的 这些未来的 分布式的 这个多样性的 端策的算力啊 实际上我们认为 会作为一个 算力网络的 一个算力资源 在通过 运营商的网络的 一种互联和调度 感知 为用户最终提供 这个一体化的 算力网络服务 算力网络啊 这也是 中国运动在 刚刚结束的 这个 11月结束的 合作伙伴大会上 提出的一个 全新的 这样一个 技术的 新的理念 那么算力网络的架构啊 那么 主要是 提出了 这个 三层自下而上的 这样一个 算力网络的 一个架构体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 最底层是 算网基础设施层 那么我们知道 算力的基础设施啊 实际上是 算力网络的核心 那么中国运动 以构建 高效灵火的 这样一个算力 基础设施为目标啊 引入了 像开源的 云原生 服务计算 异楼计算 算力卸载等技术 探索算力原生 等等 这 一些新的方向 那么 释放算力价值 那么 算网基础设施 当然还包括 网的基础设施 那么网的基础设施层呢 我们是 目标是构建 统一IP 来承载 这个 算力网的服务 那么以 全光的这个 云边端 全链接的 这个 全光的底座 来承载 算力网络的 这个 传输层的 这个服务 那么在网上是 编排管理层 那么面对 高复杂的 这样一个 算网环境 或者说 面对这个 客户的 按需定制 或者是 灵活 高效的 这样的需求的特征 那么在 编排管理层 我们需要构建 这个一体 编排 并且 将这个AI 大数据 等等这些能力 与这个 算网编排 进行一个 深度融合 在不断增强 算力网络的 一个自由化的能力 那么最上层呢 是我们 为客户提供的 这个统一的 运营服务层 运营服务层 我们通过构建 这个包含的 算力交易 算力并网 算力封装 意图感知 能力拆放 等等 关键技术的 运营服务体系 实现一个 算力网络 产业生态的 这样一个培育 那么 算网服务的创新 实现 最终实现 社会算力的 一个整合 那么 最终呢 我们也是希望 通过这个 运营服务层 实现 算力网络 一体运营的 这样一个服务体系 和商业模式 未来可以重塑 整个信息服务产业的 一个 价值链的分配体系 当然了 这些 复杂的 这个 算力网络的架构 也离不开 背后离不开 技术的实现 和支撑 那么这里 我们也选取了 一些近期 我们比较关注的 一些关键技术 做了一个 简单的介绍 那么 首先是 酸力度量 那么 酸力度量 实际上 它的概念是 指对酸力的需求 或者酸力的资源 进行一个 统一的抽象描述 那么 怎么理解它呢 可以把它理解成 三层的这样一个 三层的度量 那么 最底层 实际上 是针对于S层的 一个易入硬件的 芯片 酸力度量 那么在它上面呢 是指的是 每一个孤立的 酸力节点的 这样一个能力的度量 那么 最上层呢 是指的是 对于 错误的用户的 这个业务的需求 的一个度量 那么 这三层的度量 是我们能够 最终实现 常常提到的 酸力交易啊 这样一个 运营服务的 这样一个 关键的一个技术 那么 第二个技术呢 这里 提出的是 提到的是 酸力分解 那么 酸力分解 实际上是指的是 对于 用户的一个应用的服务 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分解 那么实际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应用 不同功能模块之间的 一个依赖关系 并且基于 算力 网络的一个能力 实时的一个状态 做一个智能化的分解 那么将这个应用服务 分成很多的模块 那么不同模块 哪些模块 需要在本地执行 哪些计算模块 需要放在边缘侧执行 哪些 这个 这个模块 需要放在中心云端执行 那么这些服务 这个各个云边端侧的 这个服务 结合起来 那么最终 为用户提供一个 无感知的这样一个 这个 服务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第三个关键技术 这里我们提到的是 犯在算力调度 那么犯在算力调度 实际上指的是 根据位置 算力需求 和算力状态 等等这些信息 实现云边端的 一个犯在的算力调度 那么目前我们也联合 产业界的合作伙伴 还有高校 构建出了一个 犯在调度的原件系统 我们也成功验证了一些 犯在调度一些基本功能 那么当然这只是一些 我们选取出来的一些 这个近期和比较典型的 关键技术 那么当然 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 来去支撑 这个整个算力网络的 这样一个新的理念 新的愿景的这个实现 当然也离不开 与这个各位产业合作伙伴 开源社区的伙伴们的 这个贡献和合作 那么我们作为运营商啊 也对我们这个在开源领域的工作啊 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思考 那么首先呢 在未来我们还会持续推进 在开源社区的一个双向参与合作 那么所谓双向 实际上使的是我们作为运营商啊 不光是去 要去发现开源社区中的一些 优秀的一些项目 或者产品的功能组件模块 来吸取到我们这个运营商的这个 作为一个underuser的一个 实践落地中来 更主要的是我们会 通过这个前沿的一些 ICT技术的融合创新的一个需求 我们接触到客户的这样一个 真实场景的需求 去反吹到这个我们开源社区当中去 借助这个社区的力量 我们来合力解决一些 ICT上的这个领域的重庆问题 第二点 持续的这个重点领域的关注和实现 那么正如刚刚提到的 包括算力网络在内的一路计算 可编程网络 翻贷调度 数字暖升 网络智能化等等 这些新的方向 我们也会不断持续的 这个深入探索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通过不仅仅是 我们在这个前期的标准制定上 更多的是标准制定到技术的开源的实现 到最后的应用场景 整个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各个方面都能及时和大家 这个业界的一些动态 技术的趋势方向等等对齐 那么第三点 是电信新需求推动开源领域的ICT融合交流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 像算力网络这种演进的需求 过来网络的持续演进的需求 这些能够在开源社区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实现 那么不断的激发社区的创新活力 谢谢